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叫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dderman 既上一集呢 各位有看到的話呢 就只能知道了 這隻圖鷹呢 他已經 他已經荒廢了好不好 就是呢 啊 不要用這種眼神看我 啊你就是沒辦法進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不好 所以說呢 今天呢 我這個目標已經要轉移了 我們本來的任務是要讓他進化到最後階段 看來他這條線可能中間產生了一些BUG 沒有辦法就是讓這個 兔鷹好好的長大 啊 就是你也知道嘛 就是 生病了 啊 可能快要死掉了 你看他無辜的眼神 別再看了 我已經沒辦法救你了 你要 你有什麼話你去問作者吧 我沒辦法幫你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新的目標 我們要新的轉移了 齁 不是零的轉移 也不是燒毀 好 我們今天呢 我看一下 好 我們今天要把 也不是要把什麼啦 我們今天呢 要重新抓一隻 始祖電鰻 然後呢 用這個始祖電鰻 我們讓他進化成新的路線 進化成石肉龍路線好了 然後呢 我可能 可能石肉龍路線想要讓他進化成尊貴的迅猛龍 好不好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達成啊 反而 呃 反正呢 總而言之呢 我們就去看看就對了 啊 我們到時候找到電鰻 我們再把畫面切過來吧 Let's go 2.000 years later 好的 我們現在回來了 我們成功呢 把這個電鰻給抓回來了 但是呢 成功的代價就是 我們阿根廷又要被電一次了 好 我相信呢 第一次很痛 第二次會麻麻的 第三次 好 你也就習慣了吧 是不是 不要用那種無辜的眼神看我 好 以後呢 還是有得你電的 好好的磨練一下吧 好吧 我們現在抓了這隻 第二隻初始電鰻 我想一下 我們趕快把我們身上的東西 都全部丟給他 讓他進化吧 這才是重點 好 我們趕快進化成尊貴 尊貴什麼龍的 好 尊貴迅猛龍 好 一樣 所有材料都丟給他 我不知道材料夠不夠耶 我們少什麼 不是吧 好 這邊有 超怕不夠的 你知道嗎 尤其是心臟 我覺得我們應該不夠耶 我們心臟69個耶 這要怎麼辦 不要弄眼神看我 哈囉 救命 救命 非常好 去死吧 還不死啊 插死你 好的 好 趕快進化成魚龍吧 我們 靜觀其變好不好 我們先看我們到底 全部進化完畢之後 我們所剩什麼 好不好 我們在 繼續接下來該怎麼做 剩下都是很冗長的進化時間 慢慢的等待吧 好了 他現在進化成這個階段之後又是 就是那個嘛 超級大分池嘛 不是分池 分歧 好 五個階段 漏龍 石漏龍的話是 C.A.R.N. C.A.R.N. I.V.O.R.E 應該是哪一個 C.V.R.N 我怕我進化錯 你知道嗎 C.V.R.N 不是這一個 也不是這一個 這這這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欸怎麼都不是啊 是哪一個啊 欸 這個 這個進化圖到底是沒有問題啊 喔 沒有錯 要進化成魔鬼蛙 好 石漏龍的部分進化成魔鬼蛙 然後再進化成美隔龍 喔 我們進化成魔鬼蛙了 然後這魔鬼蛙呢 直接可以上岸 非常好 那就不要在水裡了 欸 過來啊 游泳的速度可以稍微是可而止嗎 好 看起來有點噁心 不過 我們還是得讓他進化 現在這是第二階段了 我們要美隔龍 C.O.M.P.Y C.O.M.P.Y 就這一個 喔 我們就這一個 這個 這個 A.L.L.O.是什麼東西啊 我去看一下好了 易特龍 易特龍要兩隻喔 哇 這下麻煩了 找我們去抓易特龍 OK 我們這隻易特龍 我們射法就是盡量靠近一點 我們打個快打 我們打一個快速的 快點快點 多射幾箭 多射幾箭 趁現在多射幾箭就對了 跑勒 給我過來 誰追你跑的 完蛋了 我最討厭他這樣跑 他這樣跑根本就抓不到 別鬧了大哥 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 不 大哥 我暈了 你跟我回來啊 這個賤人 我會因為流血傷害而亡 不行 我一定要抓到他 我一定要抓到他 怎麼那麼難抓啦 先吃藥再說好了 不然真的會死 我忘記開血條了 這是最錯誤的舉動 怎麼怎麼怎麼 我沒有顯示 有有有 他現在正在回復耶 不要 不要 終於 I got you 天啊氣死人了 趕快趕快趕快 拿了我就要走人了 真的是有點難 就算我這個麻醉金也是很難 我都把我的風神一龍放生 不是 我都把我的阿根廷巨英包放生到哪去了 OK 也差不多了吧 來 進化成美隔龍吧 大哥 太好了 我的美隔龍 你又需要什麼材料呢 啊 不要等了 我好像有 哇 景況不妙 AMK 又是賈龍 我的天啊 打工自己在賈龍就罷了 好 我們回來了 進化吧 再度進化一次 又要等了 有了 跳出來了 叮 有錯誤嗎 我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進化有沒有錯誤 好 沒有錯 這個感覺還蠻正常的耶 再進化成雙極龍 雙極龍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雙極龍 不管了 全丟就對了 等到燈亮了 就是可以進化了對不對 雙極龍呢 要這個沒看過的 卡帕不知道是什麼 我忘記了 反正就進化了 然後我們沒有心臟 太好了 OK 哎呀 極倍龍 啊不是極倍龍 雙極龍出現了 我們的雙極龍需要什麼呢 好像 材料充足 啊就是心臟不夠要20顆 我先把我們所有的財產都丟給你了 怎樣 負重了是吧 真煩 還好全部丟給你這樣子 誒誒誒誒 居然 這個不是犀牛的嗎 等下我們犀牛是不是沒有了 我們現在連犀牛都沒有了 我們要自己去踩 非常好 哦 哦 OK 非常好 我們現在拿了多少個心臟啦 哦 69顆心臟了 然後呢 剛剛呢 很好玩的是 我有 我有去 我有去遇到那個 金色的馬 那叫什麼東西 呃 骨爺馬 骨爺馬也有Alpha版本的 你知道嗎 在哪裡 哦 是這個 骨爺馬有Alpha版本的 他們 但是呢 他們是不是暈眩馴服 他們是屬於那一種 他們是屬於那一種 要殺死才可以拿到DNA的 哦 這很特別 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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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斯模組 居然也把那個 骨爺馬給他 歸類成有Alpha等級的 然後呢 需要殺死他拿DNA這樣 超屌的 來吧 變身 耶 啊 好久沒看到你了 今天過得好不好 來 你的尊貴系列是要用什麼 哇 尊貴系列居然要吃這麼多哦 E-X-A-L-T-E-D 好 一個是牛龍的 牛龍應該是 這個是牛龍 牛龍如果再進化上去的話 會變成 哇 轉世尊貴難聚耶 可是我不想要暫時 我不想要先進化這麼遠啦 我是不想要先進化這麼的遠 我想要先進化一個 尊貴迅猛龍 好不好 我們先來一個尊貴迅猛龍好了 他需要的DNA是 暴龍的 我們有 哦 那個 Saber的那個 我們也有 然後 迅猛龍 哦 剛好 這次最終進化了 太好了 謝謝大家 不是你 不是牛龍 來來來 欸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 我們的暴龍的DNA勒 為什麼 世事總是難預料呢 我的人生就是這麼的悲慘嗎 太令我難過了吧 我真的要去找暴龍了 不好意思 再給我一點時間 OK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最後一隻的暴王龍 剛剛先前老頭已經抓了兩隻了 然後呢 現在這個是 第三隻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山上這邊還會有南方巨獸龍 這邊都非常的熊 非常的險惡 非常的險惡 先把他們弄掉 好我們現在設法的把這隻給引過來 遠遠射應該可以 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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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 喂喂喂喂喂喂喂 你這次在害人啊 完了我死定了 OMG 好 好啦 我們終於把這個DNA全部都收集了 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快要不行了快要不行了 這遊戲實在太棒了 快點 讓我進化成尊貴迅猛龍啊 有了 終於可以了 感謝上昌 憲竹龍恩 感謝大大的施捨 感謝大大的不離不棄 讓我可以進化成 終極迅猛龍了 尊貴 有沒有 E-X-A-L-T-E-D R-A-P-T-O-R R- RPG 尊貴的 砰 終於有一隻最終進化了 雖然只是一隻小隻的 之後呢 我們可能可以進化成更後面高級的 但是是陸地形的 現在飛行系的 完全不贓臉 啊 完全不賞臉 不要不多說,我們就稍微等待一下吧 好啦,差不多了 道子終於要關門了 你要產生最後一次的蛻變了 進化吧! 這就是尊貴喔 尊貴的顏色長這個樣子 也太特別了吧,血是多少 哇靠 這個尊貴的 就高級的迅猛龍 血居然是79000 我的天啊 又不能起 重點是不能起啊 這個成長倍率很噁心 到底能不能起啊 重點 鞍才可以起 你不送鞍 你進化成最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難道我們要自己做迅猛龍鞍嗎 迅 猛龍 我們自己學自己做 到底能不能用 這邊就有了 獸皮 獸皮找我們家這隻一定一大堆啊 不用講了 奇怪,之前做害鳥的沒辦法做 如果我做這個可以嗎 不行不就很好笑 這不是浪費時間 對啊 這樣子不就浪費時間嗎 一做好了欸,大哥被丟 靠腰不行啊 那你到底要怎麼做啊 大哥,請你教我 請你教教我 是不是殺了迅猛龍 拿迅猛龍的鞍 阿法迅猛龍會噴 阿法迅猛龍鞍嗎 機率性的嗎 好像是欸,你看這邊寫阿法耶 所以說我們要去殺阿法迅猛龍 獲得阿法迅猛龍的鞍 我們才有辦法騎 是這意思嗎 你看這邊就有一個暴龍的 那我之前那時候 打抓那個暴龍拿到的 哇那個暗是隨機的喔 算了我不管了,我等不及了 林北要使用指令叫了 這遊戲實在是太棒了 好 有沒有 有了 哥要上路了 來,讓哥看一下你的威力好不好 經過百般折騰 這麼久 終於 來來來 來來來 讓我看一下嘛,阿恐龍都去哪裡了 有有有,突擊性 不錯不錯 點一下攻擊力會更好 血量也可以點高一點會更好 好,在為你吃這個藥 來,課一下 馬上有蠻血,阿你誰阿走開 終於有一個破萬的傷害了 太好了 可惜你不會飛阿 真的是很可惜你不會飛阿 你這傢伙移動速度應該也該點阿 你殺幾隻 幾隻恐龍 來拿一下經驗值好了 點到兩把應該會更不錯 好了,可以不要這麼嗨嗎 右鍵有沒有功能 不錯不錯 喔,越來越快越快了 可以可以可以 都沒咬到 不過依照他這個血量 可以跟大型恐龍抗衡了啦 但是飛行的還是沒辦法阿 大型是可以,飛行是沒辦法 來來來 哇,這時候就好人密我耶 哇,這時候就好人密我耶 先不理他阿 186 186 有的有的 這樣才有迅猛龍的感覺嘛 對不對 欸 這無恥一龍 不是這個遠古一龍 古神一龍阿,講錯了 這古神是我們 喔,古神是官方的阿 我想說 古神一龍哪時候有金色的版本了 欸好酷喔 好,算了我要回去了 我們迅猛龍非常的強悍 來吧 下一集呢 如果這個官方再不趕快把那個 凸鷹更新 到可以進化的話呢 我就要走暴龍路線了 我要進化成暴龍路線了 不囉嗦好不好 真的是超級不囉嗦的 直接進化暴龍路線最實在了 好不好 OK 那麼今天這個進化最終體 就這樣完成了 好不好 我們首支第一支 尊貴系列的恐龍就這樣誕生了 就是我們的迅猛龍哥 好吧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跟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啦 掰掰 好啦 髮丟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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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